主位同行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掀开金本第五十六页 金本第五 第二句 看起 佛与阿难 不思一夜 如可知也 如圣国报不可思一 众生业报亦不可思一 众生善根不可思一 诸佛顺利 诸佛世界亦不可思一 我们先看到这一段 前面 世尊为我们介绍 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 旷广 凭证不可陷阱 我们世间的这些 丘陵坑坎 金基撒利 铁围须弥土师登山 阿难 佛告诉我们在极乐世界没有 那阿难就问了 那要未有须弥山的话 诸佛世界所谓的四王天跟道立天 以何而住呢 佛凡问回阿难 那夜摩天一上 一直到色无色界天 又以何而住呢 阿难白眼不可思一夜力所致 上一堂课我们报告过了 夜摩夷善 所谓的不可思一夜力 那就是 这些天人禅定功夫的境界 他们的禅定果报 无需依靠着须弥山 那么顺着阿难这句不可思一夜力 所以世尊就叫着阿难说 不思一夜入客之夜啊 你知道什么叫做不可思一的夜力吗 世尊底下就说了四庄事情 第一个说 第一个说 如神国报不可思一 我们人咱们这一生 我们的夜影国报 错综复杂不可思一 第二 众神的夜报也不可思一 而所谓众神的夜报 重点还在 夜力所感召来的这些恶果报不可思一 第三 众神的善根不可思一 前面讲的是恶果 善根讲的 你过去生修善记得 这个功德这个国报也不可思一 最后再给我们说 祝佛圣力 祝佛世界 佛的圣力 佛的境界 佛的大愿力 不可思一 不可思一 诸佛的世界 也不可思一 而世尊慈敌 所以 重点是在告诉阿难 告诉我们 西方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不可思一 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不可思一 这是 世尊先从咱们过人的夜阴国报不可思一 这样一尘一尘的遣除 到最后 再给我们介绍 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一 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一 那我们来认识这一段经文 他的意思 给阿难说 不可思一的夜啊 给诸位说 大概也就只有真正断烦恼 这些阿罗汉移上境界的人 能知道 对咱们六道生死凡夫来说 三界轮回内 三界轮回内 再加上过去现在未来 这三世因果 错综复杂 阿难你知道吗 这些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一 如神国报不可思一 那么就位 这就说到我们了 一个人的夜阴国报 哪来的 如果当我们明白了 如果当我们明白了 接受了 能把这一番道理 用在自己这一生的生活里头 你真正学佛了 咱们这一生 好与不好 是过 因是什么呢 因是 这前生 过去生 甚至于 所以 打从无量节以前 所累积下来 咱们所造的业 说穿了一句话 好与不好 不过就是前世业因 今生果报而已啊 佛们有一句话说的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这世 无需到运用神通 想知道自己过去造作了什么样的业因 看看自己这一生的果报吧 你明白了 我这一生的一切果报 是我给自己负责任的呀 当你明白了 今生尽管你 富贵荣华 儿孙贤孝 有什么好值得骄傲 还要贪着留恋的呢 你过去要不是有修这样的善因 你今天 你今天怎么能有这个善果报 咱们这一生啊 这咱们这一生啊 遭遇到多少的挫折了 不信了 委屈了 被人陷害了 这一下咱们明白了 也叫前世夜阴嘛 你过去生要不成这样的害过人 得罪过人 今天哪有这些冤家对头来啊 我们不是常常抱怨讲的吗 哎呀师父啊 我身边啊 坏朋友怎么那么多啊 小人怎么那么多啊 你明白三世英国这个道理之后 而当自己啊 能说出这番话的当时 我们自己就要深切的忏悔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不要怪我身边那么多恶友 不要怪我身边小人那么多 要怪的是自己行幽不得 总是自己缺了德啦 做得不好啦 才能与这些人感应道教 你怎么能够去怪旁边的人啊 啊 你第一时间发现到这样的话 第二个 你就要赶紧自己认真的忏悔行幽不得 感召的他们 那是我自己缺的 怎么能怪他们呢 接受这个事实之后 我们永远不要去怪身边的人 而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咱们第一个念头起来想的就是 谁骗我了 谁害了我了 你没有看清楚事实真相 当一切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第一个念头能生起来的就是 行有不得返求助击 没有人害我 不要怪别人 我今天有二国报现前 我今天有二国报现前 那也叫前世业因 三界里头的这个因果 自作自受 那么你今天是什么样的果报会现前 佛给我们讲 如圣国报不可思议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你是要瓜呢 还是要斗 那还能够选的吗 主位 命由我作 福自己求 佛给我们讲通了这三世因果 虽然是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得不得 一定得 你造作什么样的业因 特别是二业 将来的果报现前吗 一定现报 那我们学佛就是要有智慧 怎么呢 要能把它转中报为情报 转不了的呢 转不了的呢 我换另外一个身份来报 来收报 这个事实大家一定要明白 你想一想 前世业因啊 那还得了 前面我给大家说过的 无始劫来我们 奇探秤痴 照杀到淫妄 所有这些恶业种子 统统都收在阿赖叶里头 十节因缘到了 等着他先报 已经种下的因你不能灭 不能灭因果 但是我们能转变他的因 所谓转中报为情报 我打个比方说呗 哪一粒石头 往湖中央抛 那我们知道结果了 这石头抛到湖中央的时候 它就掉在水里头 而沉下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是因 沉下去了这个就裹了吗 你种了什么因 他决定就是结这个果了 那能够转变吗 圆 好比是 我正在抛出这块石头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湖面上刚好飘来一片木板 刚刚好 不多也不少 那抛出去的石头啊 正好就掉在这个木板上 照理它应该沉下去的 因为被这个木板障碍住了 它仅仅只是掉在木板上 没有沉下去 那飘来的这片木板 时间算得那么准确 这就是圆的改变 换一句话说 虽然我们过去生造了极重的罪业 只要果报还没先报 咱们要来得及忏悔 你这一生在认真地修善基德 确实能够转重报为情报 但是你叶因果报这一桩事情 千万不要自己去加减乘除 什么意思呢 师父说了 我过去 或者我也知道我这一生做了多少坏事了 这样呗 我这边左手做了坏事 我右手去做些好事 补一补嘛 这因果不能相比的 你一种恶因 它自然先恶不好 你后来你又在做好事 将来有肯定有好报 所以能够转报第一个 转重为轻 要不第二个呢 用不同的身份来受报 如果我还在这个六道生死里头的话 那我永远是用凡夫的身份来受报 凡夫不知道 过去生的业因 当果报献前肯定怨天忧人 你要明白自己前世业因菩萨 也就是 我以前造作很多的恶因 果报还没现报 趁这个果报还没形成 以前我赶紧自己认真的修 修到我自己都已经做了菩萨了 菩萨还受不受报 还要受报 但是我正在受报的时候 我是菩萨 我有神通 我知道因果了 菩萨在面对因果的时候 心甘情愿 不过是 从凡夫的身份 换个菩萨的身份来受报而已 那你是有什么方法 把我这个凡夫的身份 那么快就换成菩萨呢 就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 只要你肯老实念阿弥陀佛法院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最快转变身份的法门 而佛给我们讲 我们自己这一生 我们自己的这夜阴果报 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是以凡夫的情见 我们来看待 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你看今天 恩爱眷属一好了 财产名利一多了 是不是都弥候颠倒去了 如果你能够知因是果的话 知道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就能够在顺境里头 不贪着留恋 我们就能够在逆境里头 不怨天忧人 更重要的是 不会造罪业 你看咱们今天凡夫 不明白我们自身的果报 不可思议 不明白通通都是前世夜阴今生果报 不管好与不好 我们在好的里面里头造罪业 在不好的里头也造罪业 其诚恨心 那么你说 一直被自己的贪嗔痴 一直不断的造罪业 那你只有加重自己这个果报 来得更快速啊 从我们一个人 一直到众生的夜报 那么这个众生夜报不可思议 主要是讲的众生的夜历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一个人啊 好端端的时候 你看他就像个人的样子 他也能听经 他也明白道理 他也认真的累积功德 我也一心一意的要发菩提心 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呢 一旦什么时候众生的罪业 我们的夜报 国报 或者我们讲你的业障 最现前的时候 刚才讲的这时候 统统都没有了 平时像个清醒的人 一旦夜障现前的时候呢 就像那个喝醉酒乱讲话 做错事的人一样 你想想看 你想想看 如果让我们呢 无始劫来的这些夜阴国报 就在这个时候 宪报的时候 你说师父不就是你讲的 自作自受呗 这都是你自己全身照做的 你你你今生你自己去承担呗 如果单单只是自作自受自己承担 我说那也就叫活该了 啊 关键就是 这一些所谓的业障啊 这一些所谓的嘴业 他懂得选时间现报啊 什么时间呢 选啊 就在你灵命中 你正在想要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你正要一心不乱的时候要求往生 你看一个人 平常啊 学佛学得多开心啊 啊 也激功累得啊 偏偏到了晚年 特别是临命中最后紧要关头的时候 众生夜报现前 他自己的国报现前 夜障现前 又变成一个好像喝醉酒的人一样了 不清醒啊 严重的是 把原来你想要发菩提心 要念佛求往生一心不乱 给障碍住 障碍到你啊 没机会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教育 这个严重 像这种事情 咱们同学 去参与祝念的时候 你就常常没有遇到 或者我们也常听到 某人啊 平时啊 多么精进用功啊 到处劝人家要发心念佛求往生 可轮到他自己要往生的时候呢 业障现前 他自己不信 他自己不念 他自己不念 所以诸位 我们这一生念佛求往生 一定要特别在意 要小心处理 咱们临命中的时候 这个国报现前 你说我们过去生造作的罪业还少了吗 但还真希望这些罪业啊 如果要宪报的话早一点来 像现在 脑筋还清醒 身体还健康 还不是到晚年要求往生那个时候 现在这个时候如果业障习气啊 什么前世国报 要来宪报的话 恐怖 这个也许我们还承受得了 再加上我们已经听明白这三世因果了 也比其他的人 我们更心甘情愿受报了 以前受报的时候不是了 那个可是怨天尤人 甚至还要报复啊 要报仇啊 现在学了佛知道三世因因果之后 遇到什么不如意 这些委屈啊 哪怕是被骗被害了 我们也能够一笑置之 算了 师父不是常讲的吗 前世也因今生国报 前世没欠他的话 今生也遇不着他了 这倒好 我们这个时候有能力 能够还债 最怕的是到晚年临命中的时候 而净土念佛法门 他所要求的就是你直持名号 而且你直持名号的功德 就是在临终最后一年 你说你平时念佛念得多心多清净啊 那是累积资粮而已 那不是往生的条件 往生的那个条件 最后一念得清净心 最怕的就是你的业障 最怕的就是你的业障现前 所以佛提醒我们 众生的业报不可思议 接着再说 众生善根也不可思议 善根指的是什么呢 所有一切跟善能相应的 怎样叫做我善 怎样叫做我不善呢 佛给我们一个定义 你能原理贪嗔痴 就叫善 你做世间这一切的善 但是呢 里头包含夹杂的自己烦恼 贪嗔痴习气 这叫不善 那么这个我们就容易区别了 就为我们做世间慈善 乃至于我们做佛门的功德 有没有原理贪嗔痴 乃至于今天 神做讲经 能不能原理贪嗔痴 我们做佛门的事业 盖道场 度众生 甚至我们出家了 有没有原理贪嗔痴呢 是不是多一分心 在念念为众生 还是多一分心 天天为自己 这个算盘打算呢 这就是你的善根 咱们出了家 咱们出了家 你的齐心动念 你所做的这一切 绝大多数 都绕着这个 不忍众生苦 不忍圣教衰 这个原则在做的话 那么你这个是大善 乃至于 乃至于出家也好 办道场也好 你能讲经说法也好 你能做佛门多少 慈善事业也好 但是你所做的一切 念念都是为自己 那不能叫大善 得仁天福报而已 这个大善的功德 能够让我们清净心先前 有清净心 那就没有贪嗔痴 那么佛这里特别指的是 众生修行的善根 你念佛也好 你参禅也好 你学命你修一切法门 同样的 要修到清净心先前 那才叫做善 但是你看咱们今天佛门里头 多少个给你讲要修清净心的 末法佛门里头 都叫你修仁天福报啊 也做好事啊 你看他行事上所做的 都完全一样 也很认真地在念经 在念佛啊 佛门这些慈善事业 他也很认真地在做啊 但是你的齐心动念 都在求取人天福报的话 你不过是修世间的善功德而已 不是此地的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我们不可思议的善根 那是指的 我们修的清净心功德 从清净心功德提升 到有禅定功夫境界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善根 我们修的这些功德叫不可思议呢 这一份善根功德啊 也跟我们过去造作的这个业因 是一样的 都收在在阿赖耶里头 所以阿赖耶石 他不只是收藏我们 这些罪业种子 好的 你过去修善基德 你过去无量节来 曾经供养超过四百亿尊佛 你在四百亿尊佛会下念佛 所有这些念佛的资粮没有不见 通通都收在这个仓库里头 在这个阿赖耶石里头 你对自己的这一份修行的功德 要有信心 那么我一说这众生的善根 我们这念佛的善根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已经学习了前面第十品 哦 这样一说就明白了 师父不是曾经说过吗 我今天遇到净土法门 肯信肯念 肯去往生 而先念的法系充满 我过去修着念佛的善根 圆圆超胜过阿瑟士王子 曾经供养四百亿尊佛 我比他的善根深厚 每一生每一世所累积到这些善根 供不堂捐没有白费 不会丢掉的 并不因为说我们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了 这些善根就不见了 不会 收起来而已 收在你的阿赖耶士里头而已 什么时候他管用呢 你给他什么缘 所以我们前世造作的恶因也好 善因也好 所谓的命由我作福自己求 就是你这一生 你是继续在修善基德呢 还是继续在造作职业 如果是继续地修善基德 不管修世间善 修佛门善 特别是修念佛的善 像我们这样子 支持名号一心不乱 那你这一些今天修的这一生你修的善 叫圆 这个条件 跟你阿赖耶里头无量解锁 我躲下来的 累积下来的这些 善因 感应到脚 相应 那么就熏起你的善果报 那如果你这一生 仍然执迷不悟 造就的 杀到淫妄 贪嗔痴 痴慢 造极重罪业 等于是 你一直给你的 阿赖耶事里头 那些恶种子 给他灌溉 哎呀 讯息出来的 那个恶因一开花结果的话 恶业利恶果报就先报了 那你说善果恶果先报 不是人家害我们的呀 你还得自己给自己负责任啊 那么佛今天只是要告诉我们 你要明白自己的前世夜因今生果报 命由我作福自己求 你要警惕 我们过去生造作的恶业不可思议 同时 我们过去生修善基德 所累积到的善根 也真的不可思议 让我们明白这番道理 明白了这番道理之后 佛接的解释 阿南正式的提问 祝佛我胜利 祝佛我世界 也不可思议 一切诸佛 你看 诸佛过去生菩萨因地修行 吃了多少苦啊 发了多少的心愿啊 下了多少功夫啊 每一尊佛都有自己的大愿 阿弥陆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世尊五百大愿 要师佛十二大愿 依着愿起行 所谓的行 所谓的行 菩萨六度万恨 做利益众生的事业 一直到圆程佛道 那么这些统统 统统都叫诸佛的胜利 那么在前面第四评到第八评 我们就详细的介绍了 法葬比丘 因地修行 他的善根不可思议 他的大愿力不可思议 所成就的世界不可思议 祝佛的世界 你说怎么叫不可思议呢 你看咱们 六道娑婆 五卓二世 这也就不可思议 那我告诉你 人家诸佛 他的境界是净土 佛一定是长极光土 一阵法界的菩萨 食报庄严土 断烦恼阿罗汉替知佛 方便有余土 那这些图哪来的 这些图哪来的 诸佛的胜利啊 诸佛的大愿啊 诸佛的修行功德啊 你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五卓二世 这笔账都算到诸佛头上去呢 为什么 这个五卓二世 是我们众生业力所感召来的 跟诸佛什么关系 如果说到诸佛的世界 一定是清净庄严 这是值得诸佛 那么这里特别指的 西方极乐世界 怎么个不可思议 后面我们再介绍 那么这一段文 顺着阿南自己说 你看 夜摩天一双的天人 能够以不可思议的业力 在深禅定 住在虚空中 无需依赖的虚弥山 世尊趁机就告诉阿南 告诉我们 我们还在这六道里头 我们一生的夜阴果报 千变万化 不可思议 你稍稍一个不小心 就变了 众生造作罪业 所感得的夜阴果报 不可思议 也就是 一个不小心夜阴果报现前的话 你就不是个正常人 那也不要气馁 咱们过去生修善功德 特别是念阿弥陀佛的功德 这一份善根也不可思议 那么这个是将我们凡夫的修行 菩萨修行 那肯定就超胜我们 菩萨修行一直到他成佛 诸佛的大悲热力 不可思议 诸佛所成就的清净庄严国土 不可思议 然后 正式回答阿南的提问 我们看底下这一段文讲的 其国众生 功德善利 主行业地 即佛神利 故能而 就这一段文 必须先让我们明白 在儒生国报不可思议 众生业报不可思议 众生善根不可思议 诸佛胜利 诸佛世界都不可思议之后 佛在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众生 他们怎么住呢 因为极乐世界 匡广平正 没有须弥山让他们住 凭他们的功德善利 住行业地 还有佛的神利 功德善利 就是念佛人 打从我们一开始的那个 浮烦恼 待业往生 那个勤进行 住在行业地 行业子地 就是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境界 你是在天人的境界 你就住在天人的行业地 你什么时候断烦恼了 那就是阿罗汉替知佛的这种身份 那你说我还是天人的时候 我没有断烦恼啊 虽然没有断烦恼 但是你别忘了 凭什么我们能往生极乐世界啊 就凭着你福烦恼 阿弥陀佛大愿力加持 得佛力加持 我们才能够去极乐世界 去到极乐世界 仍然得阿弥陀佛大愿力加持 你这个福烦恼 你这个福烦恼 没有烦恼 虽然是天人的身份 凭着我们这一份功德善力 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跟这些大菩萨一样 主行业地 如果要用比较的话就说 二十八成天啊 夜摩天以上的天人 都是清净心献前 所以他们无需依赖着虚弥山 能够住在虚空中 咱们这些待夜往生 去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虽然我们一品烦恼都没有断 但是我们确实真正把烦恼降服住了 能够把烦恼降服住 你自然叫清净心献前 虽然没有那么深的所谓禅定功夫境界 但是得阿弥陀佛加持 仍然是 以清净心这份功德善力 主行业地 还有佛神力 整个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不得阿弥陀佛大愿力加持 这就是极乐世界殊胜之处 从阿弥陀佛临终皆迎这一刻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之下 所以世尊回答我们说 故能而阿弥陀佛才能够这样阿弥陀佛 整品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是从世尊给我们介绍这个整个极乐世界 旷广平正 因为没有虚弥山 那么阿弥陀佛是引用 诸佛世界 有虚弥山 有三界 来做一个提问 那既然极乐世界没有虚弥山 四王天跟刀利天他们 是地居天的天人 他应该住哪里 或者用这样的话来说 像我们这些一品烦恼都没有断的凡夫 不会像他们有那种身禅定功夫的按理 也应该要有一个虚弥山 让我们来住 你有一个落足之处 但是佛你说现在整个极乐世界 宽广平正 没有虚弥撇为 那么阿弥陀佛自己也知道 这个四王天刀利天 这个夜摩天以上的天人 能够住在虚空中 是不可思议业力清净心 那你一说到清净心 世尊就告诫我们呢 从你自己夜阴国报说起 众生的恶业 众生的善根 这通通都叫不可思议 那么从这种种不可思议里头 警惕我们 不要小看了自己过去生的夜阴 随时它都会冒出来 要珍惜自己无量节来的善根 好好的利用它 只有它 能帮助我们这一生处理六道 认识清楚 诸佛胜利 诸佛世界不可思议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大愿力不可思议 极乐世界浮烦恼的那一种条件不可思议 那么你看 七国众生 哪怕是 带业往生去的凡夫 他们这种清净心的功德善利 再加上阿弥陀佛大愿力的加持 所以他们虽然无需要像诸佛国土一样依赖着虚弥山 他们就按住在自己修行 自己所累积的这个善根 这份善业的功德力 用我们的话来说 这些没有断烦恼的 没有禅定功夫境界的 就凭着我们能够支持这一句名号到一心不乱 成功蒙阿弥陀佛接引 你就得阿弥陀佛神力加持 去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认识还是凡夫的身份 但是那个时候你无需去找虚弥山 就我们 每一段烦恼这些生死凡夫 只要你服烦恼 单就这份服烦恼清净心的功德 就能让我们安住在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这样 这就是世尊给阿难的回答 那么经文到这里 也让我们学习到 世尊给我们讲的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要特别的在意 已经造作的业因 他什么时候会先报 佛把这因果道理给我们说明白 一切都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 只要我们这一生认真修善基德 特别是对念阿弥陀佛 善中之善 就能够与我们过去生所累积 无量无边的善根 感应道教 这是佛要表达的 也就是 对念佛求往生这一桩事情 佛从前面第九品圆满成就 到第十品阿瑟士王子的这个公案 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众生业力不可思议 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 就是要我们这一生 好好地守住自己 不要让恶业力献报 好好珍惜自己 无量劫来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 再配合上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极乐世界的威尘力 这一定蒙佛接引啊 佛如是回答了 末后阿难再给我们透露的另外一个讯息 大家看最后一段文 五十六页最后一行 阿难白眼 阿难说了 阿难说了 他对着世尊前面讲的这些道理 讲的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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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善力 诸行业力 及佛神力 我一点疑惑都没有 意思就是说 我都明白啊 那明白你还问 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 这是阿难 故意问啊 待众生问 阿难 我自己是明白了 但是现场听众 有人不明白 后世众生还有多少人不明白啊 我要不问的话 佛不说啊 所以阿难是 待众生问 是故意问 那么在此地他说 对我自己来说呢 十五所获 我没有疑惑 只是为将来的众生 破除他们的遗忘 他们会怀疑 对以上这些英国的道理 对于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层善根 莫罚众生会怀疑 要破除他们的遗忘 是形容多 形容复杂 故发思问啊 我说故意这样问的呀 好了 那这话说完了 那么诸位 你看看 你看看 阿难究竟是什么个身份 是什么个境界啊 如果要按照弄言经说法的话 阿难一直到世尊入灭 他都没有开悟正国 如果他要开悟正国的话 怎么还会上那个摩登前女的 这个魔咒呢 那是视线啊 这儿啊 就已经透露了那个讯息 阿难绝对不是普通人 而在很多经典里头 对于阿难过去生的事迹 世尊也透露了很多 包括底下这些佛弟子 多多都叫 一佛处世千佛勇护 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 释方诸佛配合 配合释尊来做度化众生的工作 阿难就是其中的一个 要不然的话 你想 要没有大菩萨 这样功夫境界的话 怎么能够叫做 我与此法实无所获呢 这样子 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信心 阿难对这个法没有疑惑 但是 整部无量寿经上半段 世尊是以阿难为当机 意思就是说 阿难是一个完全接受净土法门的 这一种 形态 来听无量寿经 来接受这个净土法门 等于是告诉我们 以阿难的多闻第一 以阿难的对这个法师无所获 来接受这个大法 劝导我们 引导我们 向下的这个学习 就要更有信心的 来认识阿弥陀佛的无量光 跟阿弥陀佛的无量寿 今天时间到 国界严禁 第十一 这一篇 到此地为大家报告圆满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今天依此将近听尽功德 祈愿进功老和尚 法体安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佛祭 徒爱 三宝 四聪 恩 阿 爱 下 几 三 土 空 爱 若有 见 问 真 阿 爱 心 法 福 天 心 爱 尽 此 一 八 生 爱 同 神 祈 乐 国 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 阿弥陀佛 今天听课到此结束 明天八点 欢迎大家再来网上听课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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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